来看的是侯友宜三顾茅庐 请谁 请金小刀出窍啊 请出了金普聪要来出马 这两天之内侯友宜团队 有个大重整的一个动作 包含金普聪的空战 王金平的陆战 朱立伦协助整合 党主席作战党部 包含了很多来营的要角 听说也都已经整合了 包含马英九 李英战 吴伯雄 红秀柱等等 那赖世宝就说 根据了侧面的了解 金普聪愿意出手 是实在看不下去 有一些被提名的蓝银的小鸡 看到侯友宜的民调落后 就想跳船落跑 那金普聪对于党国存亡的危机 还是很有使命感的 另外呢 其实来看是谢龙借则说 很多人跟金普聪说 要出来帮忙整顿一下了 这回可能会发布一些人设 开始要战争了 换跟柯批来定输引了 赖清德将会被边缘化 那另外呢 谢寒斌则认为 全台湾仍然最关注的就是 韩国瑜跟郭台铭会不会 帮侯友宜来站台 而金普聪个人风格其实相当强烈 跟侯友宜团队是否能够顺利磨合 还有待观察哦 另外呢 还有不具名的 这国民党立委则认为了 侯友宜的团队当中需要有全国大选 实务经验的人才来加入 打选战需要有人扮黑脸 他认为谁是好人选 金普聪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那郭建亮则认为金普聪决策的权力 到底到时候会大到什么样的一个缠度啊 好 会不会介入更多的细节 还是只关大方向呢 侯友宜又会不会完全配合呢 恐怕都有待观察 那沈复雄他则认为 王金平答应要做侯友宜的立委后援会 就不得了了 就是所有国民党过去 还有当下的人脉 统统都集结了 不过接下来我们来视讯连线的是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呢 李明贤 明贤哥 早安 林秀早 各位中天的朋友 大家早安 好 要跟明贤哥来聊 现在 哇 这个 好有一个团队 看起来整个大整顿 找来了金普聪要来帮忙 那当然大家就说 金普聪他的个性 其实是个人风格很强烈 跟原本的侯友宜团队能够融合吗 那侯友宜自己又真的会听 金普聪的一些建言吗 你怎么看 其实金普聪 金老师加入这次总统的补选大选 金老师其实从2012 把马云九补选完之后 2016 2020大选 金普聪其实都没有 算是没有总管兵补了 算是没有出手操兵了 那这次愿意出来 愿意出山 协助国民党重返执政 最主要是也是侯友宜 市长三顾毛鲁 被他的诚意打动了 那总体来讲我认为金普聪 就金老师出手 主要八个字 我讲八个字 我总结八个字 就说蓝军内部整合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反手为攻 所谓的蓝军内部整合 最主要是过去一段期间 其实侯友宜民调低 从一开始在提名前的三层多 跌到剩在两层上下波动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蓝军内部的整合的问题 蓝军内部自乱阵脚 就说包括我们一些立委参选人 当然也不是像赖斯堡的讲了说 所谓的小鸡跳船 最主要是大家对于说局势的忧虑 然后现在侯友宜民调比较低落一点 当然有一些人就说 希望要由柯文哲来拉台来加值 可是这种讲法 当然某种程度会对侯友宜 甚至对国民党造成压力 这个就是等于我们内部整合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金普聪出来整合操兵之后 就把这些内部的杂音就把它慢慢消除 我觉得大家回想一下 从侯友宜参选之后 包括马英九也支持 包括立马院长王金平也支持 甚至包括洪秀柱前主席也支持 包括连帐吴伯雄 这些是国民党历任前后的党主席 都一一表态支持侯友宜了 国民党的主席等于是核心的 最核心最中间的这一块 通通出来表态了 甚至包括王金平马英九 都愿意接任侯伴的荣誉主委 包括朱立伦也是 等于中间核心这一块都广固了 所以慢慢包括县市首长 其实包括侯友宜大家看起来 侯友宜礼拜一去南投的时候 许舒华县长也表态力挺 甚至我们包括过去 包括台北市长蒋王安 这礼拜天也会跟侯友宜同台 所以我们有14个县市首长 这些慢慢凝聚起来 正脚不要自己乱掉 先重新凝聚自己的正脚 很重要 因为过去一段期间 都是自己先扣分 不论是新北处理 包括幼儿园胃药 这个民党很夭壽的 民党制造假新闻 包括赖清德 包括他们新北市的议员 这些乱放假消息 这些检调一定要彻底约谈 可是新北市处理的节奏 老讲没有那么明确 有扣分 所以内部整合好 特别金普聰 对于议题 对空战掌握非常好 这些很重要 内部先凝聚好之后 我刚讲一句整合内部 第二个反手围攻很重要 大家回想一下 过去一段期间 掌握的新闻媒体 新闻的议题 不论柯文哲主动抛出来 服帽要重启谈判 包括民党掌握执政资源 很多这些新闻议题设定 都是被人家操作 那侯友宜没有展开攻击 没有展开攻势 要怎么攻击 这个也是金普聰金小刀 他过去操盘总统大选最厉害的 掌握新闻议题 攻击就是在野党 就是要攻击攻击攻击什么 民进党执政那么多弊案 拜托 这几天大家有没有看到 IMB那个祖贤开始在拍卖 那个祖贤曾国伟拍卖那些 他的金品一大堆 还有40个爱马仕的 那个爱马仕的金品包包 不好意思 我没有摸过 也没有看过爱马仕的包包 一个爱马仕应该要几十万吧 那这个拍卖居然40个爱马仕的包 还有一大堆金品一大堆酒 IMB诈骗了二十几亿 祖贤过去还跟党政高层 跟包括总统府高层 包括跟行政院高层 排排站照相吃饭 这些在野党都不用查吗 还有光电弊案 我讲一下光电是这样 光电如果要2025非核家园的话 还要盖100多个像台北大巨蛋那样 还要开始重电 那这个会衍生多少利益瓜葛 利益输送甚至弊案 所以在野党要反手围攻 开始攻击 就说要快很准 这些刚好符合金补充的特质 快很准 所以总结八个字 整合内部自己不要自乱胜脚 第二个反手围攻 开始要攻击 要设定议题 主打民党弊案 在野党哪有这样软趴趴的 要开始攻击快很准 包括媒体你看 我们中天还有中国时报 每天做了那么多新闻 这些总是要去处理啊 在野党 我觉得要掌握议题节奏 开始要主打 甚至要组织这些公司 我们很多立委参选人 包括巧新 包括淑慧 包括谢龙健 这些战力都很强 要组织起来 攻击组要开始要攻击 针对民党的 他的弊案相关的这一些 一定要得分 只要蓝绿之间 就说有攻防起来的话 柯文哲自然就会被边缘化了 所以必须要掌握优势 八个字最简单 整合内部反手围攻 甚至打选战 刚好是金普冲的最大的特质 所以慢慢看起来 到7月全代会的时候 侯友宜的民调应该会回升 没错 整合内部反手围攻 蓝军要开战了